这可不是什么消防演习 而是郑州特警营救人质的真实影像 那晚歹徒闯进女生宿舍绑架四名人质 特警试图锁降破窗之地 没想到歹徒直接引爆炸药 现场一度混乱不堪 而结果又让人拍手叫好 那么这间宿舍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情发生在2005年的郑州水利学校内 在11月8日当晚学校西登前 学生小娟和三个室友正准备休息 一个三十多岁男人突然推门而入 也为平时学校管理松散 学校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冒昧的推销员 小娟正想将其驱离 男人却降门反锁 这时小娟才看清男人手中 竟是一把明晃晃的尖刀 歹徒没有多说话 只是拿出了一个袋子丢在了他们面前 让他们用里面的绳子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 然后让他们打电话报警 小娟和室友们都不会想到 这只有在电影中才有的画面 竟真实地发生在他们身边 小娟和室友们手无寸铁只能照做 也许是歹徒看出了四个学生的恐惧感 她终于开口对小娟等人轻声说道 她只是跟学校之间有纠纷 只要小娟乖乖配合 她不会伤害也不想伤害任何人 而正是在歹徒说话期间 小娟却发现歹徒的腰上 缠着的是一圈烈性炸药 这样的情形任谁看了都会不由的害怕 当晚9点40分左右 警方已经赶到了现场 在疏散完宿舍楼中的所有学生之后 开始正式进入救援阶段 而此时的宿舍中 歹徒用双人床将大门顶死 还让四名学生围在她的周围 小娟等人害怕歹徒引爆炸弹 一直在和歹徒说着好话转移注意力 而门外谈判专家已经救讯 此时歹徒终于开了口 就是向警方索要现金100万元 为了四名学生的生命安全 谈判专家满口答应下来 而警方也可以借此机会 一边愁得赎金 一边商量营救方案 而此时歹徒正挟持一名学生当盾牌 盾靠在宿舍窗檐下 警方判断直接破门 营救人质成功的几率为零 因此警方打算在网里面递赎金的时候 趁机将劫匪控制 但劫匪此时却变了吧 他要求警方在门上聚开一个小洞 每塞接20万 他就会从窗外递出一个人质 而警方也立马调整了进攻计划 警方的计划分为两步 第一步就是从聚开的小洞中投掷震撼弹 让歹徒失去抵抗能力 第二步就是让特警直接从楼顶所降 用极短的时间破窗将歹徒击毙 但没想到歹徒竟然是个老六 他自始至终没有自己去拿钱 而是让学生从门口接过赎金 警方的震撼弹根本没办法投掷 而且他根本不讲信用 就算拿到了钱还是没把人质放出 无奈之下警方只能选择强攻 在凌晨两点钟左右 特警在楼顶做好了所有准备 随着强攻命令的发出 两名特警直接破窗而入 但此事意外发生了 从现场画面可以看的 在右侧的特警进入房间两秒后 房间就发生了剧烈爆炸 这名特警被当场震晕 而左侧的特警还没进去 就被冲击波轰出了窗外 虽然他最后也爬了回去 但依然被浓烈的硝烟味给熏晕了 同时门外的特警也强行打开了门 将所有的人质救出 经调查 屋子里的歹徒当场死亡 四名学生只有一人被灼伤 其他三人都相安无事 另外负责所将的两名特警 也都没有受伤 那么当时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何只有歹徒一人领命了呢 根据执行任务的特警所说 他是第一个破窗而入的 当时歹徒就在窗台后面站着 他当时一脚就踹在了歹徒后背上 歹徒应声倒地后按下了引爆剂 幸运的是 歹徒的爆炸物只引爆了一半 也就是正好处于歹徒腹部的那一部分 所以歹徒身体吸收了大部分伤害 这也是为何只有歹徒一人允命的原因 如果当时炸药全部被引爆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俗话说恶人自有天寿 歹徒最终自讨不知 同时这次营救行动虽然有过者 但也证明了特警战士们十分勇敢 他们总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 替我们普通人负重前行 他们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增加